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活在这儿就启发 天天启发你 以后这个来了 以后那个来了 中国说是一个 没有自由的一个社会 是什么都不让你做 但是你做这个也没人管你 做那个也没人管你 因为它没有一个法律约束你 可能很多艺术家回到中国 觉得更自由 我毕业以后我第一个个人展览 是个抽象绘画展 抽象画好像市场不是很好 因为没有人关注 在1993年我就是抽象画画完了以后 第一个instellation作品就是一个墙 我用砖把美术馆的一个门给堵上了 中国有个文化部 中国政府就说 装置和行为艺术 是绝对不允许在展览馆里展览的 那个年代展览被封 比较经常 警察来了就说 关掉不能干 我就自己先 这个展览我就晚上 我自己先用砖把这个门给封上了 完了第二天呢 他们就把这个墙给我打开了 当时其实我更 更 我就更在意它 给我把墙打开这个行为 就等于是 你要说政府也行 你要说是什么也行 它帮着我把这个作品完成了 我们中国教育系统教的是具象绘画 具象绘画的目的是为了要画毛泽东画的像 就在学校就是当时这个官方 他对语言的这种控制是很严的 就是说 他们往往认为就是抽象绘画是资本主义的 会发的语言 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我们教室有纸有墨 然后就做了这个东西 做完了以后在那个年代 就是说你要是裸体做东西 是那个东西和艺术 要假如让人发现是和艺术没有关系的 是和形式犯罪有关系的 那会作为流氓犯给你抓奸 你明白吗 后来就卷不卷吧 就放在箱子里 一直放了很多年 就是那种压抑 你不知道莫名其妙的那荷尔蒙 乱七八糟的都来了 你就很想发泄 会去感受的一些不同的东西 但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改变 我第一次做是在纽约搜合处 我就随便走 和没有发声一样 因为我很自由 但你去美国 对我来说很有意思的事 就是说 是给你自由 但你突然发现你在中国 可能更备受重视 就是说那时候你的展览 可能警察来了 会抓你 会什么的 你到美国 你突然发现 你做什么都没什么管你 你觉得更失落 我觉得这特别有意思 就是说你感觉你脱了 你脱吧 挺好的 你别脱东西就行 OK 这个很有意思 在中国现在的环境下 你可能做一个很政治性的艺术 很容易就成功 但我觉得这种成功可能是短暂的 不要是因为别人关注你政治方面的问题 而影响了你对艺术的一种研究和探索 这是最重要的